北京首钢书调与浙江广沙一战 翟小川朱燕熙或许是最郁闷的两个人 自己任何便宜都没有占到 倒是那个跟他们大吵一架的网名叫 蓝英之音的女记者大出风头 尽管最终被工作人员请出场外 但现场大部分观众都劝她别离开场地 她是以胜利者的姿态离场的 蓝英之音在微博中高调宣称自己当时没骂人 同时她也表示自己并没有做任何违反纪律 违反规定的行为 离开场地是因为自己尊重 作为前辈的CBA联盟领导 不想把事态扩大 并非理亏而被驱逐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这个蓝英之音真不是省油的灯 到处惹是生非 闲昨晚雨两个两米多大汉的骂战不过瘾 今天又在一个叫吉林东北虎微博粉丝九群中 挑起了一场口水之争 而且把远在澳洲征战NBL联赛的国手周琦给牵扯进来了 战斗是蓝英之音挑起的 他先说了周琦与辽宁新疆的过往恩怨 然后指责周琦不懂规矩更不懂的感恩 言辞中还夹带了地狱公鸡的话语 这时周琦也出现在群里 他连珠炮的发问尔特兰英之音 河南人咋了 你来告诉我 我怎么不懂感恩了 怎么不懂规矩了 像这样毫无技术含量 没有任何意义的口水之争 远在澳洲的周琦本不该掺杂进去 或许是周琦远在他乡很寂寞很无聊 于是就加入了这个无聊的话题 前面我不是说这个女记者不是省油的灯吗 这篮球记者也不是吃干饭的 他当然不会正面回答周琦的三连问 而是用一个外交方式的回答将周琦对了回去 周琦在你没努力为中国篮球证明 与中国南篮一起进入2024巴黎奥运会 为自己赢得所有荣耀与尊重之前 我不会回答你任何问题 加油就是 干脆利落 质地有声 噎得周琦牙扣难看 无地自容 好珠星的一段话啊 让球迷自然想起了2019年家门口举行的南篮世界杯 正是因为周琦最后时刻的失误 才导致了中国南篮丢掉了东京奥运会的门票 自1984年以来第一次无缘奥运会 周琦你不是想重返NBA吗 那就在澳洲安心打球不好吗 非得来汤这场口水之争 简直是自讨苦吃 不仅没有为自己证明 还惹得一身骚 要论 wilderness